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脸部这里经常有些东西 我告诉你 你的鼻子啊 嘴巴这里啊 有怪怪的东西 你的鼻子会经常塞住 喉咙这里会难过 咳嗽 痰痘 咽喉发炎 嘴巴里经常会好像有痰的生活这种东西 眼睛会干 因为它在你面门上 听得懂吗 听见吗 经常上呼吸到来来 你呢 有点还债了没有 实际上你很关心人家 如果你要跟人家男人好的话 这个男人也是蛮开心的 因为你很关心人家 你很帮助人家 但是呢 人家不一定对你好 然后呢 你就嫉妒了 就要报复了 你很厉害了 明白了吧 好好好好好好 原谅人家嘴巴太会讲了 麻烦多多 好不好啊 那我应该怎么念 念心经 每天念七遍 一定要念 大悲众念三遍 好吧 那这个这一部分的 这个部分的小房子要念二十七章 你就慢慢念 把它念完为止 你看看愿念 你会越聪明 你会多买些花 买些花献给菩萨 人会越变越漂亮 明白了吧 用不着减肥的 很多人胖胖的也是很可爱的 明白吗 拼命的剪 你又不是没剪过 台长感应都能感应出来 剪了一半 剪不瘦来 又胖了 告诉大家 会不对啊 好啦 还想再让台长看一下运晨 运晨 你现在几岁啊 三十一 三十一岁 好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三十一岁 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二岁都还可以 还算混得过去 你要记住 三十三和三十四这两年 不会很倒霉 然后你才会慢慢的走路渐进 就是家境 越来越好 听得懂吗 什么要记住 接下来做哪一行比较好 你啊 实际上你啊 做销售也蛮好 我觉得你这个人做销售 就是销售员 或者用嘴巴 靠嘴巴吃饭的 靠嘴巴吃饭的 跟人家说 我要这个东西很好了 这个产品很好了 他行的 嘴巴行的 很会讲的 对不对啊 但是呢 做老师也是嘴巴讲的 对不对啊 当然有些东西呢 就是要考虑考虑了 如果有些东西是什么传销的东西呢 你就当心一点了 啊 明白了吧 什么黄金豆腐啦 所以就跟你讲啦 就是你要经常去用嘴巴赚钱 能赚得到 你不是说闷声不响的人 明白吗 你的性格很比较外向的 你跟好的人 开心的人 讲很多话啦 更开心啦 明白吗 但是你对人家不好的话 你啪啪啪骂人家 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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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 好了 还有问题啊 我想看一下那个 英元 英元 你属什么猴子 现在有吗 有 现在有 我当心哦 猴子跟现在另外一个生肖 两个人呢 有点碰 经常会争吵 我不知道我看到是过去的 还是现在一个 从我现在刺痛上看见有一个草的 可能是你过去跟一个谈得很好 后来吹掉了 明白吗 啊 你过去有没有一个 那你很想跟人家好 或者人家很想跟你好的 或者谈过一段时间的 你有过 鼓掌 鼓掌 现在没有跟他有 现在没跟他联系的 现在这个是另外一个对不对 另外一个现在看看也有点麻烦 因为也有点打架 真的懂吗 如果你个性比较强 你的命比较硬 你别看你啊 你的命慢硬的 你在家里也是的 爸爸妈妈都要听你的 告诉大家对不对啊 好了 我就想看一下跟现在 不能看太多了 他这个男朋友跟他的结果 好了 好好的念 姐姐做吧 好吧 没段时间啊 没段时间啊 一个人不能问这么多问题的 大家都有点机会啊 少问这个问题啊